Hello 大家好 我是PhotoAnning Dan生 相信有看過雜訊處理的條片 也知道有下集 今天就是下集 上次我在Akkoreum 在極暗極黑的環境 用很高的ISO拍攝海洋和生物 上次我是用相機雜訊的設定 以及用ISO的調節 盡量減低雜訊 今天我將這些照片拿回後台做處理 除了我平常用的軟件 Photoshop和Lightroom之外 今天我介紹多一個軟件 叫做PhotoAI 也是專門去處理雜訊 你們準備好了嗎? Baş看一下 尖 Ka嗯 слово 一起坑 我們 首先介紹LightWorm的軟件如何處理雜訊 LightWorm的軟件處理雜訊是有一個條件 拍照時必須用窩狀拍攝 事不宜遲,我現在加一些我之前在水族館拍攝的窩狀 接著我進入 這兩張示範照片都是用10,000ISO以上拍攝 所以不用問,會有很多雜訊 一開始就看不到雜訊 要放到100% 甚至放到200-400%才會看到 畫面上看到暗的地方 還有一些影像,上面有一層膜 那些就是雜訊 在LightWorm處理窩狀的雜訊是相當容易 只要在右邊的 panel找一個叫DETAIL的位置 DETAIL下面就已經看到 DELOISE的功能 按著它,它就會自動幫你清除雜訊 按了DELOISE之後,你會去到另一個版面 只要問你一個問題 就是除雜訊的DELOISE功能 DELOISE功能 Defoyl是會設定50% 基本上它會即時顯示 究竟效果會如何 這就是50%的效果 記住,你可以設定100% 不過越大這個數 照片上的細節就會越減少 大家需要留意,這是減之前 這是之後的分別 之前和之後的分別 LightWorm做這個LightWorm 其實是需要很多時間 平均一張照片 如果用i5的相機 運行一部不快的相機 一張照片都需要10分鐘 大家也必須要注意 如果你不是用Wall檔拍攝 JPG拍攝的時候 你就要在Photosop處理雜訊 照舊在Photosop打開JPG的畫面 放到100% 你看到 100%看到暗位 看到一些影像 其實都有一大模糊的東西 這些是雜訊 處理雜訊就需要使用雷鏡 去除雜訊雷鏡 開啟雜訊fuelter減少雜訊後 你會看到要搭幾樣東西 分別有強度 細節 雜訊處理的AML 以及銳利化 這裏我建議大家 如果一個這麼高ISO的照片 強度可能要較高 細節可能要調低 水平 彩色雜訊 雜訊處理的雜訊處理 要調高 而銳利化可能要調低 按出來 就會立即看到效果 我自己比較過Wall檔的output JPG的沒有那麼理想 這裏大家也必須要注意 今天介紹第三項軟件 PhotoAI 亦可以幫助你去除雜訊 這個軟件有個好處 不單可以去除Wall檔 雜訊 JPG雜訊 亦可以去除 首先 打開 JPG的例子 PhotoAI這個軟件 首先 會取得你的照片 然後做一個分析 你會留意一下畫面的右手邊 它會看你 其實在拍甚麼 然後 它會有提議給你 做一些優化 需要一些時間去分析的影像 其實我跟Photoshop的速度 這個PhotoAI好像是快一點 在同一部機 你會看到 為甚麼好像沒有甚麼分別 原因就是 其實你要加一些 所謂的 第一個 最強的功能 Deloid 功能 調整了它 之後 AI模特兒 它看到你 差不多一萬 ISO影 就會自動拍攝 然後它會自動 幫你做一些 取除雜訊的東西 你看看 即時你會看到 照片畫正了很多 當然 如果你覺得效果不滿意 你看到右手邊的Panel 其實都有些微調的功能 讓你去改變 雜訊處理的 這個設定 你看看 其實Default已經做得不錯 剛才做完JPG的例子後 是時候拿Wall檔 在PhotoAI那裡開 看看 它處理得如何 對於Wall檔來說 PhotoAI有更強的支援 就是 它不需要你調校 Enhancement 即時 它看到 GoISO影 它已經幫你 自動做 Noise Reduction 這件事 因為它其實 很深水清 其實你一 GoISO影 所有情況 基本上 都會有雜訊的問題 所以 Default 已經會幫你 自動處理雜訊 跟JPG比較 Wall檔 雜訊處理 在PhotoAI內 更加快 你會看到 很滑 所以 跟Wall檔拍攝 又可以優勢 你會看到 雜訊處理 接著 你會看到 雜訊處理 你會看到 它自己也有 寫明 GoISO的東西 基本上 都會做雜訊處理 PhotoAI 亦是一個付費的軟件 不過 你可以上網 下載它的試用版 來試一下 一般 大陸的功能 基本上 都很齊備 特別是有一個 最底 你會看到 AutoPilot的功能 我都不知道 如何攪拌照 你可以選AutoPilot 就可以 去延伸照 剛才已經看過我幾個示範 分別用JPG的雜訊處理 和Wall檔的雜訊處理 你會清楚 Wall檔的雜訊處理 是好很多 所以下次 如果你是在極暗極黑的環境 又或者你要推高 Iso的影響的時候 記得要提升自己 是用Wall檔拍攝 因為處理雜訊的時候 Wall檔 是會比JPG優勝很多 好了 今天這條影片到這裏 如果你喜歡 PhotoAI的頻道 麻煩你免費訂閱 如果你喜歡這條影片 麻煩你一個鐘 和Like 支持和鼓勵我 好了 我每次可以拍攝 我會ら 我來拍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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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睡覺 我來拍攝 被交流 mala 入手 感谢观看